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我們分享的時間 那今天比較快我們出了一個所謂的分享片 主要是在Notebook LM在今天4月30號 他發布了一個所謂的一個中文版的Podcast 因為原本他只有能做所謂的英文版 但是他今天開始開放這個功能可以讓大家試用 那我馬上把它做成影片希望跟大家來做分享 那以前看過我們影片大概就知道 在我們在去年的11月我們發過一篇完整的一個介紹 那我最近也有一篇中文的文章應該會在台北市醫師公會的5月份會刊登出來 也是介紹Notebook LM 那現在剛好在這個時間點他開始有中文的 那我們用一個影片來補充這個部分 那我們今天就會集中除了他以前的文字生文字 文字生語音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以前可以產生英文 那現在當然也可以 但是現在他的重點就是在我們今天我要介紹他可以使用中文的方法 還有另外我們最近的辦公系列非常受到大家的肯定 那也非常謝謝大家 那當然這一個Notebook LM 一樣也可以幫我們做會議紀錄 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我們這一個之前的課程 來看這個之前的一些介紹 那我們今天就會Focus放在這個第二項的部分 就是中文版的Podcast就是叫做播客 他製作所謂的專訪語音檔他要怎麼來做 就是文字轉語音的部分 那我要詳細的做這一部分的教學 前面其他的部分原則上差不多 那各位可以參照之前的影片 那我們看一下 您要怎麼去這個Notebook LM的一個首頁呢 您就到這個Google直接搜尋Notebook LM 那搜尋到你進入到他的首頁應該就是長的這樣子 那您就是試試Notebook LM 那點進去之後呢 再來就是您進去的主畫面 您一樣可以拿你先前的這些檔案來出來測試 我這就是我之前做過的 只是我今天有再把它補了幾項這個訊息的來源 包含像這個CADCAP的一個桌面板 或是他的電腦板之類的資料 那我一樣讓他去匯整這些資料 他幫我產生摘要 那我們當然今天的重點呢 就是在這一個部分 他產生這個文字轉語音的部分 就是這一個 那首先的話 你必須要做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設定 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設定的地方你要點下去 那你點下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他這邊 他會跑出來一個選擇項 那選擇項裡面你要選擇到這個所謂的輸出內容語言 那你再給他點選進去之後 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所謂的中文繁體 那你就點進去 那點進去呢 這邊原則上就OK了 所以你就把它送 就點好之後 那再到這邊 他會有一個箭頭的符號 你就是點選下去 那他就會開始跑 就會像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今天的這個來源是有四個 所以他會從這邊 他就開始告訴你說 他在生成 那我大概等了幾分鐘 幾分鐘之後呢 我拿到了一個成品 那他總共他的成品 是一個七分多鐘 接近八分鐘的一個 所以他這邊寫中文 那你就可以從這邊三個點點的部分 你就按 給他點下去之後就可以下載下來 那就會再比如說我是下載到我的桌面 然後他就在這裡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這邊 他實際上 那一樣會有一個男生一個女生 但是呢很貼近我們台灣的一個 聽說聽這次的深入探討 今天我們要來好好看看那個 最近很紅的CapCat 主要是他的桌面板 你可能聽過嘛 手機上滑一滑 還蠻好用的 但桌面板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尤其是那些聽起來很神的AI功能 對像自動剪片 還有什麼虛擬主播什麼的 沒錯 我們所邊有你提供的幾分資料 有官方介紹 也有使用者怎麼說 還有分析那個收費方式跟那個數字人 就是虛擬主播的交寫 好 所以這次那麼不很簡單 就是要幫你搞懂 CapCat桌面板的核心價值 他說免費是真的嗎 那些AI功能到底好不好用 那個虛擬主播又是怎麼一回事 確實 CapCat因為簡單好用功能又多 真的吸引很多人 從完全新手到有點驚艷的都有 對啊 但是免費這兩個字 常常都有點魔物空間 沒錯 所以我們要看的就是說 它免費版到底給你什麼 那哪些進階功能 特別是AI工具 像是用腳 歡迎收聽這次的深入探討 那我們這一部分就是先聽到這邊 我們就不用整個聽完 因為它總共大概接近8分鐘 所以呢你可以很簡單的 就從這樣一個介面 那我這邊是截錄了 我們可以切換到我們的 真的一個網頁版的模式 給各位來看一下 那這邊呢就是我之前的一個檔案 那我這邊有四個 就是剛剛有截錄給大家看 我這邊有四個來源 那中間呢會有我們這四篇的一個摘要 就會在這邊 那這邊呢就是你可以跟我們這個 Notebook的主要核心是 Gemini 2.0 所以在這邊你如果有任何問題 你可以在這邊做一個詢問 那這邊呢就是它詢問完之後 這邊的記事都在這裡 你可以去看 那這邊也有其他的這個 就是所謂的這個它的功能 那你也可以點點看 這個就在我們前面都有介紹 我今天就不贅述 那主要在這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的那個語音檔會在這裡 那如果說你的網頁呢有renew過 那它這邊會不見 所以你這邊就是再按一下 它就會再把它更新回來 就不會不見 它會自動存起來 但是呢你如果像我要做教學片 我就會把它download下來就是從這邊 所以這邊就是我們的實際上位置 那剛剛設定就是在這個位置 點選下去這邊 所以您大概就是很簡單的一個小步驟 那就可以來試用看看喔 那我們再來回來我們的主要部分 那就把這個重要的部分 它怎麼設定 我就告訴大家 那趕緊你可以拿您之前已經有 試用過Notebook LM的一些舊資料 你都可以把它做成所謂的中文版的Podcast 那我今天的一個簡單的一個介紹就先到這邊 那再來就是我切一下我的個人資料 那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您的鼓勵是我持續的動力 喜歡我們的影片還是可以歡迎到我們北龍大數據中心的YouTube上面 按讚訂閱加分享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課程報報 有新的課程我馬上就會丟上去 那就祝大家使用愉快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先到這裡 謝謝大家掰掰 拜拜